好… 1981年的初秋 在長城外張家口以北的大片土地上 解放軍進行了一次 建軍以來規模最大的實兵演習 這次演習動用了十萬兵力 假想敵軍以突擊的方式 向中國發起全面的進攻 解放軍以最短的時間完成 戰役展開堅守防禦地空協同作戰 抗擊敵人的集群坦克進攻和反空降 掩護國家轉入戰時體制 對越作戰 暴露了中國軍隊在編制、裝備、 戰術及協同作戰等方面的問題 文革中廢除了軍函制度 戰場上因無法辨識軍階 造成指揮系統的混亂 坦克步兵過去很少協同訓練 打仗時竟然出現步兵 將自己綁在坦克上的示例 軍隊將事痛定思痛 按鄧小平部署大刀闊斧進行改革 解放軍的華北大演習結束後 重新恢復了傳統的閱兵式、分裂式 接受新統帥鄧小平的檢約 在流行員間的經營科 對抗分裂式、分裂式、分裂式 努力 裂式、往軍裂式、分裂式、分裂式 敗營系、分裂式、分裂式 鄧小平刑決參加演習的三軍部隊後 發表講話 提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 就是要建设一支强大的 现代化、正规化军队 之后军队精简整篇 全国十一大军区 合兵为七大军区 裁减兵员一百万 并且早建由装甲兵、摩托化步兵 自行火炮、战术导弹 防空和陆军航空兵等多的兵组合成 快速机动的集团军 走上正兵强军之路 就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候 蒋经国正式就职中华民国总统 邓小平认为和平统一组国的机会有可能出现 但是必须先排除中美关系的障碍 由尼克逊总统破兵访华 到中美正式建交的六年期间 美方一直要求中国承诺 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但是中方就认为 这是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陷于僵局 邓小平着眼大局利益 表现出灵活性 他与美国人说 北京已经准备好与台北直接谈判 在现阶段优先考虑和平的方式 在中美接触谈判时 中方不再强烈反对美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要求 1978年12月16日 中美两国发表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布 当日解放军结束长达 20年对金门马祖的炮击 新年如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 《告台湾同胞书》 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文告的形式 宣告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方针 邓小平在1979年访问美国时 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的提法 只要实现国家统一 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他一再向卡特总统解释 中国非常愿意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但他绝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因为这样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邓小平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充满信心 他将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 作为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 他对来访的美籍华人教授杨力说 统一不是我吃掉你 也不是你吃掉我 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 可以实行和大陆不同的制度 司法独立 终审权不需要去到北京 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 只是不能够构成对大陆的威胁 大陆不派人驻台 不单只军队不去 行政人员都不去 台湾的党、政、军等的系统 都由台湾自己来管 中央政府还会留名额给台湾 初时 掌经国对中共的举动持观望态度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年老病重的掌经国意识到 两岸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 对台湾是利大于弊 1978年7月15日 掌经国终于宣布解除 长达38年的戒烟令 两个月之后 又宣布开放大陆探亲 据掌经国传的作者披露 掌经国在这个时期 委托过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 向邓小平介绍台湾的现状 身负事命访问北京的李光耀 试图令到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 了解台湾的情绪 包括不少台湾人都同情台独 期望大陆在处理台湾统一问题的时候 更加审慎和具有胆性 邓小平透过李光耀向 在莫斯科的同学掌经国致意问候 详细陈述了如何保护各方面的利益 解决两岸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更加进一步提出 台湾可以享有处理外交事务 签发特别护照 和其他国家签订一些协定的 特别权力和国际空间 掌经国听到李光耀传递这些信息之后 并不认为这些条件在岛内 已经凝聚成的共识 大陆局势还未充分变化到 足以令两岸展开统一的谈判 但是李光耀和掌经国都认同 让大陆和台湾新加坡的繁荣开放社会多接触 将可以导引中国往类似的方向运建 掌经国对德国名镜周刊说 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 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 但是掌经国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世 邓小平心感满色 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里面说 如果掌经国还在 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 这么困难和复杂 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 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 我不相信国共之间 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 可惜掌经国死得太早了 邓小平未能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 就走了 他曾告诫中国新的领导人 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 去解决台湾的问题 但是始终都没有放弃 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够作出这样的承诺 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 这一种是战略考虑 陈水扁上台之后 逆改前几任总统的军事战略 提出决战境外 台湾作为首方 一旦台海发生战事 将会用哪一种方式来防守呢 请留意收看下一集 首台战略